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莫小琪预言杨泽2023年恋情 31岁杨子男友清秀有才华 成熟暖男 莫小琪是一位知名的娱乐圈预言师 曾准确预测过陈晓、贾乃亮、董璇等明星的婚姻变化 也曾预言过肖战、王一博、李宪等明星的人气和事业发展 她的预言经常引起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称她为娱乐圈半仙 也有人质疑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近日 她又在采访中透露了她对杨子未来感情的预言 引发了一阵热议 杨子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演员 从童馨出道至今已有20多年的演艺经历 参演过加油儿女、欢乐送、亲爱的 热爱的、长相思等多部经典作品 获得过多个影视奖项 适当之无愧的顶流花旦 杨子的事业虽然一帆风顺 但她的感情却一直不太顺遂 曾经公开过两段恋情 分别是大学同学贺鹏和演员秦俊杰 但都已分手告终 目前 杨子已经单身多年 没有任何恋情传闻 也没有任何cp对象 让不少粉丝和网友为她捏一把汗 希望她能早日找到真爱 莫小琪在采访中表示 她对杨子的感情运势做了一个预测 认为杨子在未来的两年内 即2022年到2023年之间 会遇到一个真正适合她的男人 这个男人会是她的真命天子 也是她的终身伴侣 她还透露了一些关于这个男人的特征 包括长相清秀 有才华 有实力 不一定是圈内人 可能是其他行业的佼佼者 也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个性成熟稳重 有责任感 有担当 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心的大男人 不会轻易放弃杨子 也不会让杨子受委屈 支持杨子的事业 尊重杨子的选择 不会干涉杨子的工作 也不会因为杨子的高人气而感到极度或不安 而是会为杨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爱杨子胜过一切 不会因为外界的舆论或压力而动摇 也不会因为杨子的过去而介意 而是会用真心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 让杨子感受到幸福和甜蜜 墨小琪还预言 杨子和这个男人的恋情会很低调 不会轻易曝光 也不会轻易官宣 而是会慢慢培养感情 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才会公开自己的婚讯 让大家为他们祝福 他还表示 这个男人可能是大众没想到的人 比较出人意料的结果 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人感到惊喜 他最后总结说 杨子的事业运远超过婚姻运 他的事业会比婚姻更成功 更辉煌 但他的婚姻也会很幸福 很美满 他会找到一个真正懂他 爱他 陪他的人 让他的人生更加完美 墨小琪的这番预言 让不少网友感到好奇和期待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怀疑和质疑 认为他的预言太过于美好 太过于空泛 没有任何依据和证据 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和炒作 有人还调侃说 墨小琪是不是在暗示自己就是杨子的真命天子 或者是在为杨子的某个CP造势 或者是在为自己的新书或新节目打广告 有一些网友认为 邓维很符合这个预言的真命天子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真的觉得邓维很喜欢杨子啊 邓维说过 他是沉浸式演戏 他拍戏的那几个月 可能真就把自己当成了屠山井 首先第一点 是邓维这只小狐狸 讲话的时候 杨子也叹了叹头 看了一眼邓维 随即 两人目光碰撞 对视 显得表哥张婉毅在中间很多鱼 其次第二点 是在游戏环节 杨子与邓维牵手 是默认的 不用明说的食指相扣 被杨子主动牵手后的邓维 游戏心思全无 他偷偷看了一眼 两人正是指相扣的手 咋的 他是不太确定 想要看一眼确信吗 杨子稍微靠近了自己一点 邓维的脸上竟是娇羞 杨子认真玩游戏 邓维完全没有正脸 一直认真的盯着杨子 被杨子可爱到了 就忍不住笑出声 这些细枝末节的互动 都超级有爱 两人真的没有在谈吗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开始谈了 在长相思的片场花絮中 清水镇的杨子 拍戏时 有一段被公主抱的情节 当时的对手戏男演员就是邓维 但是当时邓维的脚已经受伤了 但是邓维依然选择亲自上阵 不用替身演员 自己大不留心地完成了这一情节 拍摄完成后 杨子特别关注邓维的伤势 邓维不想让姐姐担心 就开玩笑调侃 大不了咱一起摔马 这语气 藏不住的得意啊 杨子走戏护住图山井 警告谭剑刺不要瞎打主意 图山井已经有归属了 邓维特别开心 这份开心不是演的 杨子的两双手 都挡不住他的笑容 邓维还一样画葫芦的 也用自己的双手去捂住 杨子的脸 这小子估计也想宣示主权 之前 杨子的好闺蜜乔星 就希望杨子能找一位 像他一样喜欢杨子 迷恋杨子的另一半 这不 小迷弟恰逢十一的出现了 小狐狸戏里戏外 都是姐姐的小迷弟啊 邓维先是承认自己 杀青回到家之后 久久都出不了戏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缺失了一样 后世在长相思热映期间 高举自己的CP大旗 看图山井小妖吻戏 邓维资个大牙 满眼柔情 邓维眼里的心动一出 当下的感受就是很开心 特别开心 看向杨子时 邓维永远都是 不由自主的颧骨升天 嘴角上扬 笑弯了眼睛 亮晶晶的眼神里 带着害羞 邓维就跟看剧的观众本人一样 也被填得合不拢嘴 长相思发布会 让许久未见面的几大主演重新合体 全场四个男人 只有邓维和杨子穿的情侣装 官配果然就是最好刻的 是全场最为要演的一对白色 杨子的爸爸突然惊喜地出现在现场 其他男演员本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小狐狸便已经开始摇尾巴了 乐呵呵地跟爸爸举手打招呼 而且邓维还很双标 在对戏的见戏 邓维因为走戏太深 情绪深陷出不来 于是杨子为了哄邓维开心 突然来了兴致 给邓维编起了小辫子 这辫子一出来 邓维便有了贤妻良母那位了 只是邓维毫无察觉 杨子辫子都编好了 邓维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笑得那是一脸开心 杨子解释这样的造型 令角色涂山仅有了 一种俏皮的感觉 邓维却一眼看穿杨子的忽悠 语气宠溺地拆穿说 你再继续往下边 虽然邓维嘴上不饶人 但身体还是骗不了人的 默默地接受了辫子造型 这一段的磕点 就是邓维根本不反感 不抗拒 还笑着跟杨子互动 他好像那种 真的喜欢被女朋友 梳妆打扮的小狗狗啊 然而 同样是编辫子 其他女演员给邓维编辫子 邓维知道之后 毫无反应 冷漠地受着 冷漠地叫其拆开 最后女演员还是 迅速地拆下了辫子 这个双标真是爱了爱了 邓维对杨子是肉眼可见的宠溺 对别人是一点都不容情 不过 也有人表示 墨小琪的预言 虽然不一定都能应验 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娱乐性 希望她的预言能够成真 让杨子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那么 你对墨小琪的预言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杨子的真命天子会是谁呢 你希望杨子和谁在一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吧